主持人、監察人、侯市長、柯主席、電視機前以及線上收看直播的國人同胞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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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應該要提出國家願景藍圖 以及國家建設計畫 用具體的行動帶給人民希望 因此在上一次政見發表會之後 我便啟動四天三夜環島大拼圖活動 唱土地歌拼我們的希望 一個縣市一個字 一天一句標語 就是希望各縣市的父老鄉親 能夠在這一場關係台灣前途後代子孫幸福 甚至也會影響印太和平的重大選舉當中 都能夠挺身而出 選對的人 走對的路 讓美得贏台灣 讓台灣贏得美 我也到每一個縣市去發表 均衡台灣建設國家計畫 我將善用每一個縣市的資源 給予適當的定位 並且再加上產業、交通、醫療、文化、觀光、居住以及水環境等等重大建設 不遺漏任何一個縣市 也讓每一個縣市都能夠發揮潛力 因為我深刻以為 只有台灣均衡發展 22個城市手牽手往前走一步 都遠比任何一個城市單獨走100步要來的重要 台灣均衡發展 處處才可以安居 人人也才可以樂業 均衡發展的台灣 也才可能有永續發展的台灣 四天要完成拼圖的活動並不簡單 每一個人、每一個城市都非常重要 因為少一個人、少一塊紙板、字就拼不成 少一個縣市標語也不夠完整 就像是在這一場總統大選當中 每一個人都非常重要 如果少了您 台灣的主權、台灣的民主 就會受到傷害 我們希望每一個縣市都能夠贏得這場選舉 台灣才有可能贏得最後的勝利 我很榮幸能夠跟大家一起拼圖 當我們雙手把紙板高高舉起來 朝向天空的時候 就像是代表著站在印太第一島鏈的台灣 向國際宣示 我們一定堅定地抵抗極權主義的擴張 我們將會堅定地守護國家的主權跟民主 同時我也非常榮幸 也很高興能夠跟大家一起唱歌 有路我們遠路唱歌 沒有路我們寮客過領 我們唱出場 小小代代要當家做主的心聲 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很不湊巧 剛好碰到寒流 而且又下著雨 但是我看到不分男女老幼 踴躍參加 我很感激 也非常感動 我握著你們的手 寒冷靜靜 心裡感到不捨 但是你們傳給我的力量 給我的加油鼓勵 我又可以感受到 大家心是熱騰騰 特別是有一位朋友 特別跟我提醒 要照顧人民 愛好好照顧人民 我在這裡跟這位朋友 以及跟全國的父老相親報告 清德擔任總統 我會好好來照顧人民 我會在蔡英文總統的基礎上 擴大對社會的投資 而且我已經提出了 投資0到22歲的完整計畫 我將會用加薪、減稅、少負擔 陪伴每一個人 走過人生每一個階段 第一個 我會推動0到6歲 國家一起養2.0 以及長照3.0 來減輕三民治家庭的負擔 長照3.0會特別強調 公立、安養中心的設置 讓我們有需要的民眾 可以用最便宜的負擔 來解決照顧長輩的問題 第二個 我也會來推動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 我希望年輕人能夠走出國門 能夠進到世界 能夠增廣借文 能夠圓自己的夢想 也能夠共同圓台灣的夢 第三 我也會來推教育平權 剛剛柯文哲主席所提出來的教育證件 不是現在政府已經在做 我的證件裡面也都已經有提出 我今天在這裡 我要特別強調教育平權 因為政府利用教育來栽培人才 人才多 人才好 這個國家社會自然就會好 個人透過教育來增進自己的專業知識 改善個人的生活 個人生活好 國家社會也會跟著好 所以我們不應該因為社經地位的不同 造成 社經地位弱勢的孩子 在取得教育資源的時候 發生困難 所以從明年開始 我們高中職全面美學會 弱勢家庭 年收入不到七十萬的 不管是念公立或私立 每一個孩子每年 每人補助兩萬元 年收入七十萬到九十萬之間的 不管念公立或念私立 每人每年補助 一萬五千塊錢 公立的學雜會比較便宜 私立的學雜會比較貴 那我們補助私立的孩子 每人每年三萬五千塊錢 也就是說讓每一個人 都可以透過交易 追求夢想實現希望 也當人人都有希望的時候 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也才會有希望 第四 我將推動居住正義 來照顧年輕人所面臨的居住問題 第一個就是 屯房稅二點零 就是用全國總歸戶 利用房屋稅的差異 差別匯利 差別稅利 來遏止惡意的嘲諷 讓房價能夠回復正常 這一點 立法院最近已經三讀通過 即將要來實施 第二個呢 我會來優化清零按家貸款 額度由八百萬到一千萬 利息補貼由現在的半碼 再加一碼 總共百分之零點三七五 讓有志於購買房屋的年輕人 來完成他的夢想 第三個是 我們來推動社會住宅 參議院總統承諾 在八年任內要推動二十萬戶的 社會住宅 在明年五二零卸任之前 新建的不管是完成 或者是已經完成發包 有十二萬多戶 包租貸管將有八萬多戶 換句話說 二十萬戶的社會住宅 不會跳票 清德未來也會以八年為期來規劃 新建的住宅有十三萬多戶 包租貸管會有十七萬戶 總共會有三十萬戶 也許很多人會問 那土地從何來 土地可以由中央來 不管是國營事業 或者是國有財產署 也可以由地方政府而來 地方政府在推動區段生收 或市地重劃的時候 非直轄市可以提供 百分之三的土地面積 直轄市可以提供 百分之五的土地面積 來蓋社會住宅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新北市目前正在進行 溫子郡的重劃 面積共有四百公頃 只要拿五趴的這個土地 來蓋社會住宅 就可以再增加一萬多戶的社會住宅 這遠比目前侯市長只規劃兩千一百戶 要來多得多 如果地方政府或者是侯市長 他不願意這樣做 或者是沒有能力這樣做 可以把土地用原價賣給中央 由清德來興建 我在這裡跟全國的父老鄉親報告 未來是一個競爭的年代 也是一個充滿變化的年代 政府有責任跟每一個人站在一起 不管是弱勢的民眾 或者是青年 或者是面對的各項問題 政府都應該要協助解決 我不僅僅會協助解決問題 而且也會跟父老鄉親 在每一個人生階段都站在一起 政府做每一個人的後盾 敬請大家支持登記第二號 賴清德 蕭美天 謝謝大家 謝謝 MING PAO TORONTO